如何形容皇上的雞雞很小 你知道嗎 委婉的跟皇上說他雞雞很小 皇上 臣妾做不到 做不到 對 做不到 哈哈哈哈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期待已久 不是你們期待已久 是我期待已久 終於鼓起勇氣來拍喔 我們這個是這個奧迪的 S5 一黑一白 黑白雙煞 雞飛雙煞 當時新車價是346萬 4163cc 六速手自排 V8自然進氣的引擎 有354匹的馬力跟 44.9公斤米的扭力 現場這一台是2010年的 這一台是2011年的 好這個是當初市售最平價的 最平價是300幾萬喔好不好 最平價的 GT房車 然後呢 S5都是什麼 Quattro Quattro就是一隻壁虎 不好意思啊 沒辦法沒有尾巴 尾巴沒有辦法 好不好 有一次壁虎有沒有 就是四輪傳動 Quattro的意思 壁虎就代表他什麼 貼地力很強 緊緊的黏在牆壁上 GT跑車 Gran Turismo 它本來是義大利文 Turismo 我會講義大利文 Turismo 這裡啊 你還會講其他的義大利文 會 會 Pizza 好不好 這樣算吧 那當初 我們先看頭燈好了 這個是它原本頭燈的樣子 有沒有 專業的燈劇場 那這個呢 它有貼膜 對它是貼黑色的 薰黑的燈膜 這台車 當初是一個 在台灣一個 蠻大的 公司 外籍的 老闆的 車子 不過我比較喜歡這台白的 因為黑色這台是原廠 沒有改 那白的有稍微有一點 小小的改裝 那它的改裝呢 都正好是 有 中我的點 這兩台一直都還 沒有賣 兩台加起來 快一萬CC的 車子 放在那邊不知道幹什麼 拼沒有停牌的啦 我都在拼不停牌 你看 大牌都還在 稅金媽的 一個月 100多台車 一台1000就好了 說最近用多少錢了 難怪會計說 最近公司沒錢 難怪 V8 自然進氣好不好 大家不要買野馬了啦 那買這個啦 買野馬幹嘛啦 你買野馬也是個2.3 我買上一代的啊 對不對 你知道野馬在國外 是他媽高中生在開的 是喔 我就 高中生 你 你那媽懶叫 像高中生而已啦 那當時只有 Quattro的版本 會有這個銀色的 後照鏡 你在路上 要看車子是 是不是Quattro 你就看這個 可是當然有一些 有沒有 這跟M3的道理一樣 真相模仿的對象 所以大家都 有些不是Quattro 他也會去改這個 迷人的線條 當初A5 我跟你講 我覺得 奧迪從以前出到現在 有兩款車 我是覺得 它的線條真的是 撐起了整個 奧迪的 設計感 一台就是TT 還有一台就是那個 A5 S5 我覺得這兩款 車款的線條都很美 當初它這個 4.2的引擎 是什麼引擎 你知道嗎 小R8的引擎 當初台灣總代理 引進的R8 只有5.2的 但是在國外 有4.2的R8 業界俗稱小R8 這個引擎呢 就是小R8的引擎 很爽啊 待會大家去試一下 很爽 然後呢 S5 來來來來 S5有自己的卡鉗 可是 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只有雙活塞 這應該不是雙活塞 連結也長的一樣 19吋的 255 35 19 好開門 OPEN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 欸 我跟你講 這個車最麻煩的就是 門有夠大片 它這樣齁 你停在一般的停車場 一定到達隔壁 所以 我跟你講開這種 門很大片的車 最麻煩的一件事 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車其實我有偷開 你在爽下 你如果停在一般的 公有停車場的停車位 你大概門下車只能開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因為在過去可能就敲到旁邊了你知道嗎 所以下車 有沒有 沒有啊這個就是雙門車的壞處 因為GT意思就是說 很舒適的高級的適合旅行的一個跑車 所以通常GT是用來表達雙人座或2加2 不是現在那個什麼320GT有沒有 BMW那個啊 它後面用GT只有它是四個門 那其實都是顛覆了那種義大利人的那種想像 就是跟這個夏威夷披薩一樣 義大利人也沒想到披薩上面會被放鳳梨 你有種去他媽的做給廚神吃看看 什麼燈 歌燈 媽的這肉有夠冰的啊 冰到我聽到他唱雷里果有沒有 有沒有就是要幹掉啊有沒有 地獄廚房裡看不見 這鴨子他媽的有夠深 他媽的我剛才看到他在過馬路 講話嘴巴很臭有沒有 然後你看他的這個門飾板上面啊 Carbon的飾調 還有S5的褲頂 這個車紅線的方向盤是車主自己去加裝的 原本黑的那台就沒有 但是一樣在下面兩台都會有一個S5的精神指標 那為什麼我說我最喜歡這一台 這一台他有改裝了排氣閥門 然後方向盤還有車頂的黑貼模 那因為他嫌這個全景的天窗太熱 所以他連天窗一併把它貼模貼起來 那都不開的遊戲 這個不能開啊 我記得他只能翹而已 看一下椅子 S5的椅子 就跟那個M一樣嘛 有沒有 這裡要一個M 腰一定要側翼嘛 有沒有 多了兩片價格不變 防亮多防側露 沒有防側傾 亮多買過那個衛生棉 85公分的衛生棉 有沒有加長型 幹一貼貼到胸部 幹有的很長啊 你沒買過 我買過 你買這場多場你 我聽看看 幹得對嘛 你跟人家叫我去買 我就去買 對 人家叫你去買 你看暖男啊 暖暖男啊 暖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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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發動一下 錄一下排氣管聲音好不好 給你看看什麼叫自然進氣的V8引擎的發動 它這個鑰匙齁 其實是這個免鑰匙啟動的 所以它這裡有一個START有沒有 按下去就發了 你也可以選擇把鑰匙插在這個洞 對 好像發動 然後這次發動聲音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對啊 因為它有加這個排氣閥門 怎麼好像很安靜 很安靜對不對 對啊 然後把它打開 喔還放屁 對啊我放屁 它雙區恆溫 然後它舊的這個面板啊 不過這個時代很奇怪喔 我記得這個時代的那個192190有沒有 對 它這邊的小螢幕啊 也都是用這種看起來很古老的配色有沒有 就是有點 加皮色這樣看起來好像 凹凹凹凹凹那種配色 然後 它這個有觸碰 它這個應該是升級過的 因為這一台有倒車顯影 有沒有 那台舊的沒有 然後它有加裝一個這個叫做 油門加速器 對它這總共有9段 現在車主都維持在3 它只有這邊有記憶電動椅 電子的後照鏡 那這邊就沒有記憶啦 但是也是電動椅啦 那這個後座基本上 我是覺得也不太想要載什麼人了啦 我給你們看一下後座好了 很小 很小 超小的有沒有 它椅子有設計內凹後傾 所以這個假裝讓你覺得 位置沒那麼局促喔 可是你腳其實也是沒地方擺 可是它還是很貼心的 有做後座出封口 我不知道要幹什麼 呵呵 沒有啊可能那個 A5有那個 四門 五門版本的嘛 鞋背版本 所以有可能是就一起弄了 沒有再另外做了 啊看一下後座這樣大不大好了 然後後面也有加一隻這個 CAMON的圍翼 兩台的里程數都是7萬多公里 欸那台很屌 等一下可以去拍一下 黑色那台79999 我剛剛在店裡移車的時候 你是故意的喔 沒有我怕它掉到8 你知道嗎 很深喔 非常的深 很深的 很深啊 乳溝深深 霧人一深啊 兩腳開開準備頭台 哈哈哈哈 欸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看到一些歐洲車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雙B 奧迪 福斯我不知道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雙B 我剛剛不是講雙B 你要亂的喔 沒有備胎喔 補胎劑 補胎劑跟那個急救包 欸急救包到底要怎麼急救 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欸真的欸 繃帶啦 棉花啦 啊不然有啊 欸真的是急救包欸 好酷喔 欸這好像也是車主貼的 隔音條欸 對原本應該是沒有 看那台有沒有就知道 沒有啦 依照我多年的經驗 那網友說 欸你看Yoko Hama 就知道這在原廠保養 機率 驚艷 好不好 就像我們那一勾愛一看 欸這個女的 欸好不好拔 沒有啊 欸他沒有啊 那媽的這什麼腳 這桿是什麼東西 啊我知道 媽的後面中央扶手 真的你看 後面中央扶手斷掉了 通常我的經驗來看 這種車都 二手車其實狀況都 差不到哪裡 你看里程都不高啊 十年車都跑七萬而已 你知道我要試哪一台嗎 對 當然是試白的啊 好不好 白色坦白說 有一點改裝 開起來比較有意義 好試車試車 耶 耶 很奇怪 常在講那個奧迪跟福斯 是同個集團有沒有 可是你從這個內裝啊 外觀啊 開到這兩款車啊 你就是覺得截然不同的感覺 這個一開出來就覺得自己很 很像牙皮 然後有那種社會經驗感 欸 這種 Turismo 是不是要開高速公路線 我跟你講喔 這種車其實去開山路 是沒什麼意義的啦 因為它就是一個 體型很大的車嘛 對 GT房車有點像 類似那個 我們之前的兵力 它不是有出那個雙門的 也是GT版本 那種就是 又大又舒服的沙發 然後很安靜 然後有大排量 然後那整個開起來很舒服這樣 所以這個車完全就是那個感覺 所以其實你所謂什麼 過彎 多扭力 那個都是很小 沒有那種東西 真的 我覺得這種大排量的車喔 像它0到100 大概5秒鐘左右 這麼重 這麼大一台車 然後0到100 5秒 這麼快 你想想看它那個馬力要多強 扭力要多大 然後它這台車還有一個 還蠻特別的東西啊 它這裡我剛剛不是有講 有一個這個 油門加速器嗎 對啊 然後那時候我不知道這什麼你知道嗎 我還問前車主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 他說 那個就是油門加速器啊 它總共有27段 反正它有三種模式 每個模式有9段 一個是最陽春的模式 一個是normal的模式 一個是F F 可能是Sport的模式啊 他說我只敢切到M3 他說再上去 他就覺得抓不住 不敢開了 我說騙一下喔 騙我沒開過壞車 那一天晚上我就把它切到F 媽的真的抓不住 哈哈哈哈 我馬上又調回F3 你知道嗎 剛剛油門一踩 我踩車 開啟笑耶 你看我現在開到F5 F6有沒有 近恐怖 宜蘭人就是近恐怖 如果是南部啊 台南那一邊的小快 如果是偏比較高雄屏東那一帶的話 太高雄 幹爆快 那台北呢 台北又 好快 你怎麼這麼快 好快 它其實不是說它的加速馬力會變大 而是 它讓你的油門的反應很快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quattro這個東西 其實每一家車廠的四輪傳動啊 它都有不同的方式 那像奧迪的quattro 它是最早 將四輪傳動投入到這個 市售車裡面 它在1980年代的時候啊 它用一個脫身的一個中央差速器啊 那個牌子叫脫身 脫身這個公司是 日本Toyota的一個子公司 然後它就把它裝在那時候叫做 奧迪80 齁 剛才那樣那個比賽都得冠軍 什麼爬山賽啊 美國他媽的克羅 什麼拉多周殺小爬山賽 一直拿冠軍 那冠軍拿到啊 最後那個國際賽車協會說 不准用四輪傳動來比賽 哈哈哈 直接抓多表 那你們也做四輪傳動啊 奇怪為什麼要不准四輪傳動來比賽 這個有一個美鋼 2012年之後齁 這個S5啊 其實它有改成這個下一代的S5 它就改成3.0的V6 然後有機械增加 聽起來是不是很屌 最近便宜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告訴你 它那一代的quattro啊 它用的就不是那個脫身的差速器 它就改成他們奧迪自棋M8的一個差速器 配合什麼你知道嗎 雙離合器變速箱 那你聽到是不是有點繞賽 它就會產生有一些那種過熱熱當的問題啊 那小貓便會比較多 因為搭配那個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那這一個也就是這一台S5 應該算是末代的六速手自排的半傳統的變速箱 那為什麼要脫身的變速箱 因為脫身的變速箱比較偏機械結構 所以其實它過照很簡單 比較難損壞 可是有一個壞處 就是它的損耗會比較大 損耗這東西我們說就是這個 其實大家要想 你一個能量的傳導就是 中間的過程就是會有損耗 電線也好 你家的寬屏也好 那個熱能要轉動能也好 不可能說你給它100的熱 它就轉成100的動能 中間一定就是會損耗 好在我們常常在講 變速箱做的好跟不好 就是那個損耗的差別 那當然除了損耗以外 還要牽涉到故障率 所以人家才說不可能有湧動機 對不對 你能量一直傳達會 一直越來越小 一直越來越小 一直越來越小到最後就停 那個球有沒有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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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沒有意思是因為有空氣有磨焦力 對啊 所以它就是損耗 它就慢慢的減少慢慢減少到最後就停 它不可能一輩子上面卡卡卡卡 對啊 會有損耗 好不好 反正喔 這個Mega就是它的下一代雖然碎金變得便宜了 那也許有人覺得行也變漂亮 但是它就是改成了這個奧迪本身研發的這個 四輪傳送系統 那再加上這個裝離合器的變速箱 所以造成它的小毛病 據說會稍微多一些些啦 當然我覺得這台毛病也沒有少到哪裏去 哈哈哈哈 它會有一些比如說真空的問題 點火線圈的問題啊 還有一些這個方向機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問題不大啦 至少說我們把一些變速箱啊 比較嚴重的這種東西 狀況拿掉 感覺上就比較還好一點點這樣 還有齁 其實像脫身這個比較我們講 比較機械性的這個四輪傳動系統 你如果去觀察奧迪車系的Quattro 你不要以為Quattro全部都是一樣的系統 Quattro有分系統 你打開引擎如果是橫置的 大部分用的都不是脫身 好像一個叫什麼H3小的 反正就是不是脫身的啦 因為脫身已經發展了好像好幾代 好像7代了 所以你只要看到奧迪的Quattro系統 重置的才是脫身 這台就是啊 對重置的啊 但是這一台的下一代就不是囉 它這台車我覺得有一個還蠻屌的地方 就是把它安成Dynamic 這個就拍下去 幫阿密哥 我現在要把它發門打開 因為這樣比較聽得懂 我在我要講什麼 聲音出來了 它這裡有一個很屌的地方 真的就是R8的感覺 你看喔 有沒有聽到 有啊 它會退檔拉轉速有沒有 嗯 就是當你從 比如說 三檔 慢慢要靜止到一檔的時候 嗯 嗯 幫你退檔 所以你在外面你看那些超跑 看到他們要停下來 停車之前 你會聽到那種 嗯 嗯 嗯 有沒有 那個不是它在耍屌 人家天生就是這樣 人家不是故意的在那邊補油門 你如果是手排車 有可能就自己媽的在那邊耍帥 人家這個是 原本就是這樣 它只要調到Sport模式的時候 它在退檔的時候就是自然而然會去幫你補油門 你可以手動退檔 嗯 有沒有 我一退檔它就 嗯 我開窗戶給你們聽比較清楚 有沒有 現在三檔 好 退檔 有沒有 爽 聽它退檔 嗯 嗯 這很像玩GT你知道嗎 PlayStation 啊幹我好像被拍照了 靠北 被拍照了 欸 算拍片預算 靠腰勒 對 我為了要試這個呃呃呃的聲音 我也沒開很快 我開60而已 噪音吧 不是靠腰啊 人家這媽的 線索好像是50 靠腰 50 60這樣很好玩 我不知道啊 我剛好沒拍到 幹好多 然後它這方向盤 欸原本它沒那麼粗 是這個 它有包過 對 它去包車重線的 真的不錯 還蠻符合感覺的 然後這個全部原本就是這種Carbon 那它這個設計就比較高端一點 一般是這樣拉回來 不是它在愛車 我跟你講 高級車的細節 我一直在講細節就是這樣 它這個在推的時候是一個有 有沒有 嗯 它是一個有像液壓的那種效果 我跟你講這個如果齁 你們曾經有在家裡做過裝潢 那個你的那個櫥櫃要開的那個 有的是很粗糙的有沒有 有沒有 那有的一推就 哇塞 有個像液壓的感覺 慢慢緩慢的出來 緩慢的推進去 所以其實你們如果有做過那種 家裡裝潢五金那個你就知道 那個其實那個五金 好的跟不好的 進口跟過散的就是 還貴就是貴這些細節 對就是貴這個細節 真的 R8現在還很貴 對啊 連TT現在都還很貴了 不要說R8 你剛剛說TT 我就想 可是 最早的TT 蠻醜的 最早TT很可愛啊 就像金龜車一樣 它有一點 圓圓的 圓圓的 很可愛啊 它有出過一個棒球手套的版本 你知道嗎 內裝就是 都是 車的像棒球手套一樣 你現在媽媽花錢 買不到漂亮的 真的啦 那個是經典的 棒球手套那一組是最厲害的 然後 R8現在一定都還要破百的 可是這個只要一半價格啊 好啦不管啦 反正我覺得 我買的不是 不是R8 但是我的引擎是R8的 我跟你講齁 很多人以為 Quattro就是四輪傳動的意思 可是我跟你講 Quattro啊 是一間公司的品質 它就像什麼你知道嗎 冰石的AMG 對 B&W的Mpower 對比在奧迪上面就是Quattro 所以很多人以為看到Quattro 就以為 這Quattro是四輪傳動嘛 可是我跟你講 Quattro其實是奧迪的一間子公司 你只要齁 像S5這一種 R8那一種 有搭配一個 Sporty的這種 Quattro 就有字樣在上面的 這個車啊 都是從那邊調校出來的 就跟AMG Empower是一樣的 所以Quattro是一間公司 你知道嗎 現在知道了 你現在也知道對不對 一般人其實不知道 一般以為 奧迪Quattro就四輪了 其實不是 看小師 就是長姿勢 好不好 又讓你換一次姿勢 好啦 我們進入山路開一下 你看他真的是貼著地走 我過彎 永遠補下去 你絲毫沒有感受到 他要側緊 要幹嘛 要滑出去都不會有 真的像壁虎一樣 所以為什麼後面要跌壁虎 壁虎就是抓地力很強很黏啊 其實他最早是要做來應付學弟的 可是他把他投入市售車販賣 退檔一下好不好 熊 不用按喇叭你知道嗎 泰山你開這個車出去 你不用按喇叭 你退檔就好了 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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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的軸距還是真的太長 所以這個車其實 除了我剛剛講 停車開關門 其實你在外面找停車 我也很不容易 因為車廠真的蠻長的 他這個變速箱 我覺得邏輯性真的很好 所謂聰明的變速箱就是 他很明顯的知道 我們要過彎 還是我們在爬坡 我們需要轉速 或者說我們不需要 你比如說我們現在下山中 他其實沒有幫我 hold在一個很不舒服的檔位上 而且我說DSG 我在試Skoda的時候 下山他一直幫你hold在一個 轉速很高的那個 一直在幫我煞車你知道嗎 其實他不是很舒服 那像現在他是給我三檔 他很奇怪喔 我現在知道有彎了 他就這樣打 不過我覺得他應該是這個 油門的學習 邏輯學習 就是他有感受到說 我是在加速 或者是我想要減速了 我可能在放開油門 但是山路實在是不暈的 因為車還是有一點像船一樣的感覺 因為你像這種 我們在講 他只是要給你所謂的公路跑車 其實我覺得公路跑車在山路不見得很舒服 你看你在路上看一些嗎 林寶傑尼阿 巴拉利阿 其實那個車開在 一般道路上其實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像 開這台車 在這個山路上阿 他的那個左右搖晃的襯托 我覺得是蠻大的 所以一樣阿 這種車我覺得 你當然不可能買回去跑業務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適合大家這個 圓夢的人阿 因為這個車在那個年代 很容易被拿來跟192 很容易被拿來做比較 那我只能說 其實不管外觀或內裝 這個本來就是每個人的喜好不一樣 好 這個我就賦予置評 那這個車開起來就是在斯文當中 帶著一點點的奔放 所謂的衣冠輕鬆 哈哈哈哈 我們這次這台車 我們給他的定義就出來了 衣冠輕鬆 因為很奇怪阿 我剛剛講嘛 你一樣是VH做的車子 奧迪為什麼他不管這個內裝的 成色鋪成用料跟外觀的設計感 跟他的燈具的感覺 就讓你會覺得說很斯文嘛 奧迪找到一個代言人找對了 傑森史塔森 他們平常是穿個西裝 然後西裝鼻屏的 可是他們背後有很強大的 這個狂暴的影子 對不對傑森史塔森 一下子 滿臉很露全身的肌肉有沒有 一下子把你頭扭斷有沒有 就有點類似這種感覺嘛 而且這種車很奇怪喔 奧迪的車有一個蠻大的好處 覺得他的改變其實很小 每一代的改變其實不大 所以一般人 對車沒有那麼有研究的人 他坦白說他很難看得出 你這一台奧迪是多老奧迪 十年十幾年的奧迪老車 你只要稍微保持他的外觀的整潔阿 漂亮阿 對不對 齊齊的亮度阿 甚至說進化一點 稍微改一些這個新型的頭燈阿 其實就會很容易到人家 這個看起來齁 年齡沒這麼大 就像女生有沒有 打個淚溝阿 用個臥蠶阿 對不對 輕輕調一下 人家看起來就覺得 你沒有換多錢 你只換個燈而已 人家看起來就覺得你沒那麼老 我剛剛想要車頭燈 沒有真主 車頭燈跟年紀別關係啦 好不好 因為老夫老妻有沒有 老阿公老阿嬤吃早餐阿 然後那個老婆就跟老公講 老伴我們已經在這邊這樣吃早餐吃了六四年 現在我還是能感受到滿滿的愛 甚至現在 此時此刻 我的心 我感覺我的心還為你發燙 老公就說老伴你的奶泡在咖啡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右邊 拿鐵人 對不對 不想是還有啦 欸這車開山路不舒服 我開車都開到有點暈車 它還是有點像船的感覺 它電源器雖然想要做的 有稍微硬一點 可是它免不了 因為它車重的關係 還有它想要讓車舒適一點的關係 所以就會造成這種搖晃的那個幅度 我覺得蠻大的 但如果不開Sport的模式 會有差 其實它是一樣晃的 底盤是一樣晃的 你看過坑洞了嗎 喔喔喔 那是路爛吧 看台灣路有好的嗎 沒有它原本就是在一直晃 所以這個車就是適合在高速公路上 開始巡航 對 其實就這樣而已 有想要圓一下夢的可以來試看看 其實這個車買起來其實就跟你買335 差不多等級 因為常常被拿出來做比較 那操控上面沒有 當然沒有BMW這麼好 我坦白說 那再來一個 我覺得它高折價也蠻適合現在入手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價格 好不好 我一台2010年一台2011年 這個現在市面上 我們在收購的價格大概會是在50萬左右 我覺得這個車應該會賣到60多萬 欸合理吧 這樣會賺太多嗎 不是啦 因為高投資高報酬高貢獻 那第二個是說 這個車齁 我兩台都賣掉 再去找第三台也不知道哪裡有 跑7萬多公里的 我只是運氣好 剛好最近一次遇到了兩台啊 要不然其實這個車在市面上 數量也沒那麼多啊 所以我說齁 這個車可能你在市面上 對車商來講 應該都會來一個十多萬的利潤 應該是蠻常有的鮮血 就是說兩台我好像一定要賣齁 因為最近一直被你們逼著賣車 我都受不了 我今天已經拍三遍了 阿B我要搞三台車掉 這車都是很棒的車欸 很棒的車你也是要賣啊 不然這樣有沒有R8 我兩台跟你換一台 我們這個廣大的網友 你有沒有R8 我用兩台S5換一台R8 OK 我比較想開R8欸 好啦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留言分享 好好期待下次影片喔 掰掰 掰掰 謝謝 謝謝 so yeah, guess you're welcome to overstep just don't build up your expectations it's not a good turn to test my patience and don't get into situations 'cause you're chasing a hurricane taking your name in vain my god it's such a shame cause you got yourself into this it's less than to at your own risk know your name's on my list and you are exactly where i was say i probably lost my mind will you welcome a giant fight but dear don't you be surprised if i'm not here when you look behind guess i have my own destination and you're staring at the wrong direction i'm not looking for your confirmation cause you're chasing a hurricane taking your name in vain my god it's such a shame cause you got yourself into this cause it's under your own risk and the name's on my list you are 欸泰山我講真的 你剛剛講說你要買舊的野馬 對 舊的野馬 差不多這個年份的 價錢差不多 啊如果價錢差不多你要買野馬 要買這個 不一樣啊 那是夢想車啊 不是啊 比如說你以前覺得林志玲很正 他其實老了 現在你還覺得林志玲是夢想嗎 不會啊 因為他已經老了 就比他更好的 你可能也會改一下 可以改嗎 可以改啊 怎麼不能改 媽的咧 老婆也改了 怎麼不能改的 沒有我是不會想改 如果我是會買這個 因為那個給人家感覺不太一樣啊 而且你舊野馬 台灣就不理你 你台灣修你要找福特修 你敢喔 你敢給他修喔 接下來小師又要得罪哪一間車場 好啦 那個每個人感覺不一樣 我覺得奧迪這個車 溫文如雅 開起來就有那種社會精英人士的那種感覺 精英很快速的 念十次我聽看看 梦 eğ哲 日衡 チーン 那你要找 兜 tint 兜